大家好,我是李國慶,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講股,連續第二天都是,走高開,跟著就低走 其實走勢上高就不是很理想的 不過這樣,我們先要看看A股 上證指數,今天走得很漂亮 昨天牛皮上落,跌了兩點之後 今天就大升32點,升幅有1.6% 戶芯指數,戶芯三馬指數,升幅其實重大 有1.96%,即是接近2%的升幅 在本港上市的內地ETF,普遍升幅都不錯 大部分都跑贏內地指數 A股之所以這麼好,最主要是一個政策市的問題 市場大家都知道,政治局會議之後 星期三的時候,A股就急升 昨天牛皮了一天,今天就繼續衝上去 大家在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就是安排明年經濟工作 大家一般覺得經濟應該是見底反彈 所以股市做得比較好 上證指數,其實你看看日線圖 它就升破了一個所謂下降洩盈 我們現在就準備挑戰2,100到2,150區之間 今年9月7日的高位是21,45 簡單來說,下一級目標21,50 大家留意這個 如果短期,星期日,最關鍵的就是CPI數據 估計可能2.1%,其實都沒有什麼 焦點都應該落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講完A股,我們回來再看看港股的情況 港股上的,你見到今天,昨天跌了21點 今天再跌58點 星期三,我們急升四百幾點 兩天加起來,其實所謂跌幅都不夠8點 我們視之為整股 整股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整股得太深 太深的不是整股,就是下跌 怎樣才叫做不深呢? 我們一級一級地看 第一個就是,前高位,就是22149的位 這個前高位,首先你不要跌穿 如果跌穿,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過大家要警戒一點 真正下面有幾級的 就有一條上升軌 下面還有一個支持就是21600區 其實現在都遠遠未跌到那些位 就不用說真的很害怕 我們覺得是整股的 整股完整股 你當一個大位來看 不要緊,就是22000 可能這個水平上高 就整股一下 然後會怎樣呢?我們看看周線圖 周線圖上高,其實我們可能處於一個反彈的中間位置 如果你們畫一條上升通道 其實頂部在多少呢? 就是23000至24000的水平 其實可能慢慢上升 現在都不是急上 慢慢上升 如果中國經濟好了 A股好了 我猜我們會升得快些 所以大家留意這個 我們會讓我們看 還有一個 這一個 是我們可以做的 這一個 是我們可以做的 這一個 是我們可以做的